陳芷芸 再來是我們的陳芷芸 接下來是陳木 以及我們的陳映珍 哇,真的真的大人啊,各個都這麼高顏值耶 先跟我們前面的蘋果Live 來回音樂,觀眾朋友 大家聲嗨 好的呢,今天有點可惜的是 我們的男主角李宗霖現在在大陸拍戲 不過他同樣的也是準備了一段VCR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李宗霖的VCR 請看 也是被 《獵人傳之軌跡》在LINE TV還有各大播放平台上取得良好播放量 《獵人傳之軌跡》是我接演的第一部驚悚片 一開始我拿到劇本的時候 我以為是個偵探解謎類型的片 沒想到在拍攝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是個恐怖片 而且還蠻驚悚的 《獵人傳之軌跡》不僅在製作上 還有特殊化妝 音樂音效上都非常具有電影的水準 我們甚至堪比日本還有泰國的恐怖片 《獵人傳之軌跡》 正片播放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是不太敢看 直到很多親朋好友看完之後 跑來跟我說 非常好看 這樣我一定要去看 之後我才鼓起勇氣打算去看它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大白天 我就把十集一口气全部看完 然后我看我的感想是 真的非常好看 非常感人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接演 这么阴郁角色的一部戏 周伟祥这个角色 他一开始就是觉得是市民的搞鬼 完全不相信 到后来他的好朋友一个接着一个死了 他越来越相信是望小英要来报仇了 他从一开始不相信到后来的精神崩溃 这个中间其实转折非常大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挑战 因为我以前接演的角色都是 比较阳光开朗灿烂的角色 最后我要非常感谢传递娱乐 还有Fiona姐愿意相信我 相信我能把 周伟祥这个角色也好 我也非常感谢游志伟导演 他让我们演员做出最好的演出 历人赚之轨迹 希望你们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 高开朗 当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